Yo! What's up? 欢迎回来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 今天是一个很普通的星期天 这个二月应该是讲这一个年头 其实发生了蛮多大事件 最主要的大事件就是这个武汉病毒的事情 搞到人心惶惶 有些人就完全不敢出门 有些人就去抢货、扫货 买什么? 买口罩、消毒、洗手液 一些吃的东西啊 躲在家里 不过其实这个东西是蛮严重啦 搞到我也是有一点怕怕 尤其是像我这样家里有小孩子的 我也比较少去什么shopping啊 还是什么的 不过今天礼拜天也不是要去shopping啦 我礼拜天也是要工作的 我现在就是on the way 要去我们柔佛州 是哪国际机场 要搭飞机去槟城 当然现在我在我自己车上是没有戴口罩啦 我是有准备口罩啦 我当然也是会 怕怕啦 也是会有一点怕怕的 还有什么大事件即将发生呢 就是在下个礼拜啊 也就是可能你们看到这个影片的隔一两天 就会发布我们马来西亚 X70 CKD国产版本了啊 这个是我个人蛮期待的一件算是大事情啦 因为我真的很期待看到它的组装品质啊 还有一些它的一些用料啊 质感到底跟CPU进口版本的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下个礼拜呢我也会去拍这辆车 如果有机会做到试驾的话也会第一时间做试驾 然后再用影片的方式跟大家讲一下我对这辆CKD国产版本的X70的感觉啦 是怎么样的 讲到这里应该就有很多人就会觉得 哦 阿豪应该是对X70很有兴趣啦 接下来换车就算不换X70可能会买SUV啊 Crossover之类的 毕竟有follow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有两个孩子 所以这一类型的车感觉上是比较适合我 对吗 所以讲到接下来想要换什么车 或者想要添购什么车的话题呢 自己一个人就有一点无聊啦 所以我们现在要请COKI老大来一起聊这个话题啦 现在我们Let's go Yo what's up 欢迎回来来的ATS 我是阿豪 ATS 我想要一弹一 一一一 OK 阿来 什么鬼 很久没有看到COKI了 上一集啊是两个礼拜前 不是隔一个礼拜呗 那背景一摸一摸一摸 我们一次拍完的 不要骗观众 真的有观众以为真的是可以分很多次拍的 我们没有这样多时间 我们就是一次拍完的 所以如果对于YouTuber有兴趣想当YouTuber有兴趣的话可以找人的 不是找你 我们今天主题是什么 今天 今天 诶 我要做完了 你最想要买的下一台车是什么 对 你最想要买的下一台车是什么 好啦 我很花心 我很多台都想要 你先你先 哦 我先啦 其实我是喜欢86这台车 可是我不是因为看了头温字低啊 我才喜欢AE86 然后变成喜欢现在的这款新86 并不是这样子 因为我会喜欢它是因为我喜欢两门车 而且我很想要买一台FR车 就是后轮驱动车 哦 再来就是我很喜欢Voxer Engine 的那个回馈感 的那个 很爽 对 很爽 它的那个 可是通常Voxer Engine 是没有Tuber很上引擎的 其实有啦 一些比较高端 它们的旗舰车款 好像Subaru Defesa WRX 就是用Voxer Engine 然后又有Turbo这样子 对 如果86原装 86跟AKA Subaru BRZ 原装是没有Turbo 它那个常常跟我讲千万别加毒 进行很快完蛋 不过我不是因为想要追求Tonghi表现啦 我是喜欢它的外形 还有喜欢它的那个操控感 我的车你驾过了吗 哪一个 86 我有驾过86 可是我不是驾他的86 我驾我朋友的86 那一个感觉 而且你86加上拍面的场景之后 哇 无敌哦 无敌 如果你们想要知道的话 拍面的场景 看他的 看他的 看我的 我的view很低 同一台 比你的高端 比我的高端 比你的高端 有些比较差一点 比比较输 看我的 所以我觉得 下一台你要买86 我下一台我想买86 你现在有几台车 我现在有两台车 我一台Proton Previa 是四门三项的 Sedan车款 还有一辆4x4 pickup truck 所以我缺的就是 两门的小跑车 适合 是 八六适合 当然如果86跟BRZ 这两者之间 我会选BRZ 还有SUBAR路前线 你咧 你有 ESTIMA的吗 对啊 这样 你借给我妈妈 现在在麻坡 正常我的mini Cooper会放在麻坡 有妈妈家 然后我是ESTIMA跟86在 那现在你是ESTIMA在麻坡 86还有一台 mini Cooper是在这边 对 然后 Cooper嫁回去 给我妈妈 拜完天公 之后再把ESTIMA加回来 所以你比较常用的是86 ESTIMA mini Cooper最贵那样 然后结果是放在那里深重 有妈妈用咯 哇 你妈妈加mini Cooper S 2.0Tuber 对 想要看那集影片的话 也可以点到头上的link过去看 到底可以放几个link子 够了 应该是够了 所以我看你有ESTIMA跟MPV 你有86这种小号车 你也有mini Cooper这种动力型的玩具车 他那时候认为是玩具车 对我一开始以为是玩具车 结果那个动力有吓到我一下 那你下一辆车你觉得你想要怎样的车 其实你刚跟我讲过 到现在想不起 还想不到我要什么车 我觉得我会买的车应该是两门的 一个方向去就是两门的车 呃 BMW的4Series 哦 哦 谁是两门的吗 对对对 4Series 那车超帅的 对对对对 应该是4Series 所以那个是有放在你的wish list里面的 有 我有几个了 其实我有一个叫做 Toyota的Mark X Mark X啊 可是Mark X不是双门的 它就是它是四门 那个我曾经放在过我的wish list里面 可是后来 后来因为我不喜欢四门 可是你不会觉得不方便呢 我又不结婚又不生小孩 目前啊 目前啊 等一会儿再讲嘛 对对对 你如果车可以坐很多 就很多人要不载 哇 它的86后座根本就超级无敌 86就是不要给人载人的 对 我那时跟KJ坐在后面是这样 它脚放不下去 超长的 整个就是 mini的空间还比较大 mini还可以 反正86不行 所以我买一台86然后我就不要载人 是啊 我买这种车就不想载人 所以我想过是ToyotaMark X 然后BMW 4Series 不过你现在有的这三辆车都已经很 很像啊 很对不像 可是我不需要再多买 你看你要保马的动力 你的mini就是保马的动力 而且很快 那个可以到250 没有没有 没有加过这样快 你会简单吗 听说可以跑200 没有 是真的跑到200 不是 马来西亚的highway 就是有车速 不可以乱跑 没有错 马来西亚的 应该有人不知道 不可能啦 应该大家都知道 马来西亚的highway 我们现在最快的急速啦 就是110km 对 你刚才说120 119吧 据说是这样子啦 据说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都很安全驾驶的 对 我们大家都是很安全驾驶 我们很少驾超过110 130mine 那个要乘0点几 1.6 1.6 乘1.6 那就已经超速很多了 还好 你驾上面也是驾200啊 没屁啦 OK Wish Resize是这样子 我曾经有思想阿尔巴 阿尔巴 阿尔巴 可是阿尔巴 一定要搬家之后才可以啦 这边就是不好 尽量也是 因为它很吵啊 那种超豪胜 所以其实阿尔巴买来 就放出而已 你平时也不会这样 大概现在阿尔巴 大概300到400之间 300多是 Condition比较新的啦 当然我看的是比较老的话 我知道我买不起 不过我回去看一些 网站 阿尔巴的价钱 比较年事已高的阿尔巴 其实不会很贵 200多k 可是像 Ciao他喜欢的是GTR 结果他买Bats 可是我不喜欢GTR 我其实也没有GTR清洁 很多人都有GTR清洁 GTR清洁有什么 我不懂 你有没有喜欢GTR嘛 喜欢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 对 战胜 没有特别吸引我 对 反而动力比他差 外形也比较小台的 BRZ86 还更吸引我的一部球 以前有个同事喜欢 Fair Lady Fair Lady 我真的不喜欢 那个屁股看起来怪怪的 很圆 然后新的TT 我有想过 新款 我有想过也 可是后来我觉得 也不是我们的STOP TT没有省一面 就是真的 其实我的情况 穿特利来 因为 我一个人 然后 经济状态的时候 所以我可以买两个 买了之后 也没有想过去买 可是其实我买车 其实有想到这一点 你看不管是86 还是Mini 你卖的价钱 不会太差 SD吗 你卖的价钱不会太差 我现在 我懂我现在两个买车 想到了 对对对 我要买一辆 帮我逼一下 我知道现在两个买什么 那个 当做 也已经不错 我跟你讲过吗 你误什么做效果 我帮你逼掉 我帮你逼掉 逼掉 又再逼了一次 我看到时有没有机会合作一下 对对对 好啦我已经把线拉成到这样聊 我剩下 可以做结尾了 可以做终于可以做结尾了 没有办法 还是要跟你们聊多一点 因为很久没有看到Cocky了 好啦今天这个影片就先到这里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 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和分享出去 小铃铛跟他杜下去 我是阿豪 他是Cocky 讲的Cocky 我们下一集再见 Goodbye Goodbye